我花一万元悬赏找狗 男友知道后炸了 他全家上门轮番教育 我不会过日子 你脑子进水了吧 一万块钱 我妈得捡多少瓶子才能攒到 他都这么辛苦了 有钱你不想着孝敬他 竟然花在狗身上 都快结婚的人了 花钱大手大脚 钱要花在刀刃上 存起来给我儿子买辆车不行吗 叫你生孩子你不生 天天把畜生当宝贝 狗能给你养老 还是给你送终 我无语了 真奇怪 我花自己的钱 又不是花你家的钱 你们在这大放什么厥词 男友一致 用分手威胁我 要么选他 要么选狗 开玩笑 他不会觉得自己比狗重要吧 我去外地出差两天 把狗托付给男友照顾 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回来后 告诉我狗听话跑丢了 看着空荡荡的狗笼子 我既心急又害怕 都都是中行犬 我不敢想象他 要是被狗贩子抓到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我邪都来不及 换去派出所报警 男友却拦着 让我别急 都跑多两天了 肯定找不到了 谁知道他正笨 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 听他说的这是什么屁话 我拾起地上的牵引绳 砸他身上 你把我狗弄丢了 我还不能生气 我明明告诉过你 遛狗一定要牵绳子 你为什么不牵 当初就不该听你的 把狗送去宠物店 也不会丢 出差前 我本来打算 把多多寄居在宠物店养两天 周明怀自告奋勇 帮我照顾他 他说宠物店里员工 我们也不了解 谁知道会不会虐待狗 而我和他是自己人 知根知底 他一定会妥善照顾 当时我没多想 加上哪有一只围着 我说他最喜欢狗狗 就把家门钥匙给了他 还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 没想到 转头他就忘得干干净净 不知道我的话 戳到了周明怀的哪根神经 他脸一黑 你就知道送宠物店 宠物店住一天要一百多块 比人住旅馆都贵 他就是一条狗 凭什么要给他花那么多钱 好玩 周明怀像是意识到 自己语气重了 放软了些 瞧瞧 我的意思是 我们快结婚了 你更应该把心思 放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上 养狗费钱费力 我来跟你算一笔账 二十斤的狗粮一百二 狗罐头一箱一百 狗零食狗玩具 就算五十 夏天要送宠物店 洗剪吹一套下来一百五 冬天买狗衣服一件 骑马三十 说到后面 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幽怨 你自己算算 七七八八 你一年在狗身上 就得花起马一万块 你在我家人身上 都没花那么多钱 狗丢了就丢了 一切都是天意 咱把钱省下来 存起来花在 更有意义的地方不好吗 听到这 我算是明白了 他嫌我把钱花在狗身上 没花在他全家身上 所以心里不平衡了 可是 我给狗花钱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花你工资了 还是偷你钱了 你要是嫌我给狗花钱的 谈爱之前 你早说啊 你知道我养狗 你追我干什么 哦 你见 我毫不客气对回去 周明怀反驳不了我的话 憋了好半天 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争吵无意 跟他多废话一秒 都是在浪费营救兜兜的时间 要是留下 你人可以走了 别耽误我找狗 周明怀的脸色 瞬间涨得通红 神经病一样踹翻狗笼 不等我发飙 他摔门跑了 我整个人都梦了 发现自己从来没了解过 这个已经订过婚的男朋友 当初我眼睛是受了多重的伤 才看上这么的糟心玩意儿 分手两个字 在我脑中疯狂蹦打 我到卫生间 对着水龙头冲了把脸 眼下最重要的是找狗 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忙不得也赶去警局报案 又去了打印店 打印寻狗启事 下午 关系好的同事李家 领着我去了一家 专门提供找狗服务的工作室 谈完丢狗细节 我实在没胃口吃饭 跑了一遍 都所有有可能去的地方 结果一无所获 我拖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时 家里烟雾缭绕 浓烈的烟酒味 直冲我的鼻腔 抬眼看去 男友全家正邪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刷手机 好不悠哉 餐厅桌子上 看我像仇人 现在含情默默 看我像情人 我爸妈知道狗丢了 特意赶过来一起帮你找狗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呜了一声 他们来帮我找狗 我还以为来度假了呢 周明怀脸色尴尬 瞧瞧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非要这么阴阳怪气 这时 周明怀他妈 借下脸上的面膜 插到我们中间 他语气很不满 多几点了才鬼混回来 今天要不是我过来 你是不是打算饿死我儿子 我中眉 阿姨 你搞错了吧 先别说我和你儿子还没结婚 就算结婚了 为什么我要做饭 咋了 你儿子还没进化好 没手啊 周妈脸色一崩 我们家的规矩 就是女人烧饭做家务 还有 女人还是要温顺听话顾家 就为了一只狗 你就和明怀发脾气 像什么话 小题大做 我看向周明怀 他眼睛到处乱转 就是不看我 这是白天回家找妈妈哭球 请他撑腰来了 天天正经是不干 把狗当祖宗一样供着 搞得家里一股狗胃 乌烟瘴气 要我说 找什么狗 死了拉倒 等来看到家里乱糟糟 就憋了一肚子气 听到这话我忍不了 推开大门 出去 周妈震惊 这是我儿子的家 你凭什么赶我们走 周爸拍桌而起 好心不识于干费 我们大老远 过来盯你找狗 你这是什么态度 没叫养的东西 这时候 周明怀不装死了 好生好气 青红火气上头的亲爸亲妈 转脸皱着眉头 让我跟他爸妈道歉 我像看傻逼一样看他 那是我爸妈 你从近来开始 就摆着一张臭脸给谁看 我说 滚 周明怀急了 沈瞧瞧 你别太过分 是不是非要喂一条破狗 折腾了所有人都不开心 你才满意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不走 那我叫物业了 男友全家气走了 房子瞬间安静下来 然而没过两分钟 他们去而复返 在门外疯狂砸门 我不开门 他们不罢休 楼下楼下群里投诉了 我不得不开门 三个人变色严肃 那驾驶 像是回来找我三丈的 我正疑惑 下一秒 周明怀把手里揉成一团的纸 撑开对我脸上 你脑子进水了吧 花一万块钱 悬赏找狗 咒巴巴的寻狗启示 四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 很明显 是从电梯墙上撕下来的 那是我回家之前 询问过物业 经过他们同意后 我张贴在小区里的 周明怀眼睛赤红 愤怒地质问我 你知不知道 我妈为了给你买婚房 六十岁退休的年纪 现在翻拉机桶 剪纸和塑料瓶 一个瓶子两毛 她给剪五万个瓶子 才能攒到一万 她都这么辛苦了 你有钱不拿去孝敬她 竟然花在一条狗身上 你有没有良心 我算是见识到了 不要脸永远没有上线 没良心的 不是你吗 你少在这偷换概念 你妈是给你买婚房 不是我 难道我嫁给别人 她会给我买 你妈都这么辛苦了 你为什么不能多打一份工 给她减轻压力 周妈跳出来巴巴 你花那么多钱 在狗身上你还有理了 还没进门呢 花钱就大手大脚 要是进门了 你还不把我家搬空 听说你一年给狗花几万块 你疯了吗 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不给我儿子买辆车 周妈话说得理直气壮 差点没把我的钱 全都给她儿子花鞋脸上 可我又不傻 银行比我有钱多了 你怎么不去抢啊 你们一家可真奇怪 我花自己的钱 又不是花你家的钱 你们在这大放什么厥子 周爸老脸一红 把矛盾点转移到狗身上 现在的年轻人 太本末倒置 不带在家里生孩子 反而把畜生当宝贝 不成体统 狗是能给你养老 还是能给你送终 狗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们村里 那就是男人的下韭菜 我静静看着他们撒丑恶嘴脸 说来说去 还不是惦记我的钱吗 可我就愿意给狗花 不给你们花 周妈一夜 气得整个胸脯上下起伏 周明怀看他妈五胸口倒退两步 心疼得不得了 转头恶狠瞪着我 沈乔乔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们俩分道扬镳 好嘞 就等你这句话了 本来还想 等狗长回来后再分手 现在看来 分手刻不容缓 周明怀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好像笃定 我会为了他放弃狗 开玩笑 他不会真觉得 他一个凤凰男 比忠心陪伴我八年的狗重要吧 我说 那好 分手吧 周明怀眼睛睁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他咬牙切齿又问了一遍 你真的要为了挑狗 放弃我们多年的感情 对 周明怀彻底破防了 我最讨厌你这种 所谓的爱狗人士 为了狗连家都不顾 你这么爱他 你谈恋爱干嘛 你干脆跟狗结婚过日子算了 他怀念你的眼神 扫遍我全身 讽刺到 难道你有什么人狗特殊癖好 难怪公狗丢了你 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这一刻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 蹭蹭往脑袋上涌 脑子里一个名为理智的嫌断了 我抬手一巴掌 狠狠抽他脸上 龌龊 心是脏的 看什么都是脏的 在他们全家反应过来前 我抬腿跑进屋里关门反锁 门外周明怀暴跳如雷 你这个臭婊子敢打我 你给我滚出来 你们再不走我就报警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有本事你永远别出门 他们走后 我从已在门上 慢慢蹲坐在地板上 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我被周明怀的行为恶心的不行 脑子里不断闪过周明怀走前 恶意满满的威胁 周明怀和以前 简直判若两人 或许现在才是他的真面目 我和周明怀 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门工作 本来没什么交集 一次聚餐见过一面 第二天他突然跟我告白 说对我一见钟情 死缠烂打追了两年 我才答应 他家条件一般 父母无业 爸爸没事在工地上干包工头 妈妈每天捡废品 而我家庭富裕 有两家公司 规模不大 但也不小 我妈曾劝我慎重考虑 但我那是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觉得他上镜靠谱有孝心 谈恋爱的两年中 他确实对我有求必应 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所以在上个月 他家提出订婚 我答应了 婚礼日子其实也订好了 在八个月后 现在不知道周明怀 会不会在我家附近 哪个角落蹲守我 人冲动偏激起来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想了想 给妈妈打去电话 简单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他 妈妈很快就赶来了 穿着一身睡衣 脱鞋都没来得及换 检查我一圈 看到我没事他才坐下来 语重心长 瞧瞧 你搬到我那去住吧 现在周家气头上 保不齐对你做出什么事 妈妈不放心 你一个人住在这 我没绷住哭了 压抑整整一天的情绪彻底爆发 妈 对不起 当初我应该听你的劝 不和周明怀谈恋爱 多多也就不会丢了 妈妈搂住我 亲身安慰 没关系 不哭不哭 现在看清楚 他们家真面目也不晚 妈年轻的时候 也有被爱情冲昏头脑过 妈妈能理解 妈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 我和他不合适了 以前妈妈跟你说 门当户对这个词 你觉得我不应该用家庭条件 来评判一个人的人品 可门当户对 往往不仅指两个家庭的财富差距 其实更多的是指 两个人的思想差距 贫穷的三观 和富裕的三观 是不一样的 说不定多多跑丢 跟他们有关系 他们估计看婚期确定 就迫不及待 把你的钱当做他们家的 他们觉得 你给多多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他们家的 自然不乐意 经过我妈这一分析 我仔细想想 周明怀确实是从我们订婚后 开始慢慢变了 对 我没那么积极了 难道多多真的是 我点点头 是的 他又说 我家猫眼装了监控 你要不要看看 没准能查到什么线索 我眼睛一亮 心中燃起了希望 许元独居一个人住着 他家里人不放心 所以在他家门上 装了监控猫眼 他打开电脑 翻到前两天门口的监控 视频里的画面 让我血脉笨章 原来我前脚才拎着行李箱出门 后脚兜兜 就被周明怀踹了出来 他神情凶狠 滚 自己解决完生理需求再回来 也就沈悄悄 把你当个宝 天天溜你 多多好像被踹得有点重 好半天才趴着起身 他没有走 就默默蹲守在门口 一直望着我离开的电梯口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中间十二个小时 周明怀没给多多喂一滴水 一口狗粮 中午他点外卖开过一次门 多多想进门 周明怀不许他进 让他滚出去流浪 视频加速到晚上 周明怀他妈来了 手上提个袋子 他们母子俩就站在门口交流 周妈说 儿啊 我麻袋带来了 你动手把狗打晕 妈 这要把狗弄走吗 沈悄悄回来 怪我怎么办 不会的 他难道会因为一条狗 跟我们翻脸不成 狗肯定不能流 妈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妈 你说 我都听你的 第一 他马上要跟你结婚了 他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凭什么 要花在这条畜生身上 他天天伺候狗 还怎么伺候我们全家 第二 他一进门 就得给我们周家生孙子 狗多不卫生啊 回头给我孙子 传染上什么细菌 那可不行 第三 可以借机试探试探他的底线 这次他要是妥协了 以后还不是让我们家拿捏 他是独生女 他爸有短命鬼 家里连的顶梁柱都没有 我们把狗弄走 他肯定连屁都不敢放 我妈气得拍桌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接着周明怀没在犹豫 点头 妈 你来 兜兜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被周妈拿棒球棍 敲晕装了进去 周明怀就在一旁冷漠地看着 看着兜兜被拖走 我真的后悔 为什么要把兜兜 交给周明怀照顾 现在生死不明 原来都是设计的 他们就是想趁我不在家 把兜兜弄走 兜兜是一条边墓 高三时 我爸意外去世 在学习和失去亲人的双重压力下 我得了抑郁症 我妈发现时 我第一次逃课 把自己关屋里 她听到老师说我没去上学 立马回家 我光着脚站在阳台上 她吓死了 送到医院 确诊中度抑郁症 妈妈丢下工作 陪伴我看着我 期间 她从宠物店 给我买了一条小买狗 她就是兜兜 小时候又蠢又萌 长大了 忠诚又贴心 我有一次 趁着妈妈在书房 开远程会议时 企图割腕自杀 是兜兜咬着我的手背 紧紧拉着 不让刀划到另一个手的手腕 拉着过程中 刀不小心划伤了兜兜的耳朵 很深 长大了那一块疤痕 依旧没长出毛发 有了监控证据 我给周明怀打去电话 她电话接得很快 对我冷嘲热讽 干什么 后悔分手了 我告诉你 这次我爸妈真的生气了 你要不给他们磕头道歉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单刀直入 狗被你妈弄去哪了 那头一愣 她自己跑丢了 关我妈什么事 别装了 我房子门口有监控 拍到你妈把我的狗装麻袋拖走了 你要是不把她交出来 我就报警 周明怀冷笑摊牌 就算是我妈扔掉的又怎样 一条破狗而已 你还真以为 警察那么闲会管这种小事 谁你不懂事给狗花钱 你应该感谢我妈 要不是他把狗扔了 你现在还在给狗当保姆呢 你不是花一万块钱 悬赏找狗的吗 给我打十万块钱 我就告诉你狗在哪 我最后问一句 狗在哪 狗死了 被吃了 狗肉真挺好吃的 哈哈哈哈 我妈躲过手机结束通话 直接开车带我去警局报案 不到一个小时 周明怀一家被传唤过来 她看到我眼睛瞪的老大 沈乔乔 谁让你报警的 就为了一条狗 你真要送我妈坐牢 周妈刚进派出所大门 就被警察靠上一副银手铐 她吓得瘫软在地 大声哭嚎 冤枉啊 我是老师本分的良民 我没偷狗 办案民警说 受害者已经给我们提供 你偷狗的视频 你犯了盗窃罪 周爸插腰不服 那就是一条狗 能值多少钱 大不了我们还他一只 我妈拿出当年买狗的收据 是不值多少钱 可七千块足够立案标准了 再加上八年来 我女儿在他身上付出的心血 前前后后 估计要十几万吧 周明华一家傻眼了 周爸难以置信 你们疯了吧 我们家一辈子 都没挣到那么多钱 你们居然花狗身上 民警也不跟他们废话 直接带走周妈 周妈挣扎不肯走 他嘴里不断嚷嚷 你们没有权利抓我 这是我儿媳妇的狗 我是他婆婆 他的狗我凭什么不能带走 哎呦 这会想起来 那我当挡箭牌了 可是晚了 一旁民警忍不住吐槽 法律规定 你没经过狗主人同意 带走狗就是偷狗 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要是你把狗在哪说出来 没准还能获得狗主人的谅解 周妈摇头 怎么都不肯说 周明华大吼 妈 狗在哪 你说啊 难道你真想去坐牢去 最后在警察 周明华和周爸的再三逼问下 周妈心虚的说狗被他送人了 我心里一凉 周妈被拘留在派出所 警察开车带着我 周明华和他爸前往周妈说的那户人家 叫吴国栋 开门的是个六七岁左右的小男孩 在门口我就听到了兜兜的微弱的叫声 爷爷爷爷 有人来偷狗 一个精壮的老头从厨房拿了个菜刀出来 还没说话就被警察他控制住 狗哪里来的 他陪孝解释 一个朋友送的 小男孩立马打岔 是爷爷老乡好送的 整间屋子安静一顺 我注意到周明华和他爸的脸色异常难看 尤其是周爸 突然想通了 难怪周爸之前在警局莫及半天不肯说 原来是这个缘故 拿我的狗接花献符当老头舔狗 老头呵斥 闭嘴 别瞎说 我没瞎说 村里人都这样说 不然你怎么和那个奶奶躺在一张床上 警察说 送你狗的人是不是叫张桂花 老头连连点头 是个是的 我不肯收 是他非要送给我孙子的 跟我无关 甩锅甩得过快的 周明华他妈的眼光可真好 就这样 他和我们一起被带到警局做笔录 期间 警察特地把车开到宠物医院 我抱着兜兜下车 医生说 兜兜身体没有多大事 就是嘴巴里面受伤严重 牙齿掉了两颗 口腔上下皮全都破损了 他做了缝针消毒处理 狗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我有点紧张 嘴巴里怎么会受伤呢 医生拿了一个医用盘 里面有一枚鞭炮外壳 应该是被人蓄意往嘴里放了鞭炮 炸伤的 听到这句话 我如遭雷击 兜兜这几天 该有多痛苦 周明华他妈必须付出代价 我打车赶到警局时 里面正热闹 走近一看 周爸正骑在周妈身上 疯狂抽他嘴巴子 你这个老骚伙 难怪你知之无无 不肯说狗送给谁了 跑半天 送给你拼头去了 半截身子都要入土的年纪了 你给我玩着出 老子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周妈发出猪样惨叫声 儿子 救我 你快拦着你爸呀 他会打死我的 几个警察拦都拦不住 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没怎么用尽拦吧 周明华觉得丢脸 妈 你太让我失望了 然后他跑了 这场闹剧 最终以周爸情绪激动 突然抽风倒地结束 他被匆匆忙忙送去就医 鼻青脸肿的周妈 他妈从地上爬起来 跪到我妈面前哭哭啼啼 亲家母 狗都找回来了 就别起诉我了吧 我都已经这么惨了 你们还要追究我吗 我说 阿姨 我觉得你在牢里比较合适 毕竟现在 你60岁高龄出轨老大爷的事 已经传的人尽皆知 你回家会被叔叔打得更惨吧 他哭得更大声了 周明华他妈被判六个月 兜兜的嘴巴在慢慢恢复 精神日渐活泼 我带着兜兜搬回妈妈那主了 原来的房子挂兽卖出 因为周明华那个不要脸的 竟然蹲在我房子楼下 拎了一杯奶茶求复合 他把责任推他妈身上 这是多怪我妈 跟我没关系啊 是他非要把狗送走的 他是我妈 我能有什么办法 现在他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了 你能原谅我吗 我说不可能 周明华立马暴躁地 把奶茶砸地上 毁了我家就想跑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直接叫来保安给他嫁出去 这天 我请的七天假期结束 正常去公司上班 一踏入大楼 就感觉很多人的目光 集中在我身上 他就是沈乔乔吧 贤皮爱妇那个 听说他男友爸爸生病 他立马提出分手拉黑男方 特别现实物质异女的 可不止呢 这女的脑子也有病 极端爱狗人士 我被造谣了 走到哪被人议论到哪 不用想 我就知道是谁干的 周明华 我俩一个公司 就他跟我有仇 我还没开始工作 领导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递给我一张A4纸 沈乔乔 一大早我打开电脑邮箱 就收到了这封信 还有七个多月 就是我们的婚期 却莫名其妙 遭遇断牙式分手 我妈六十岁 为了给你攒彩礼钱 每天捡废品 捡到凌晨十二点 我爸腰椎有问题 还去工地上做苦力搬砖 可你呢 一点都不关心他们 连苹果都没给他们买过一个 却转头给狗花一万 从出差回来 突然跟我提分手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你家庭富裕 我家贫穷 但是你也没必要对着我爸妈说 他们连狗都不如吧 我爸听到你说这话 都被气得中风瘫痪了 还有那条和你同吃同住的狗 他每次看到 我的疯狂冲我叫 甚至好几次扑过来咬我 你也不管 他自己跑丢了 你怪我故意把他丢了 还非要报警 抓我妈去坐牢 现在我家不人亡了 你满意了 沈乔乔 我去死好了吧 再见 甚至还附了一张 我的正脸高清照片 我无语了 不仅造谣我 连我的狗也要造谣 领导周梅说 其实我们公司有的时候 不要求人学历高能力强 人品也是一方面 站在最高处 一只手里还拿着刀 你们别过来 过来我立马跳下去 公司的老板急坏了 你别跳 有什么诉求你跟我说 冷静点 周明怀说 把沈乔乔找来 有些话我要当面找他说 然后我就被认识的同事 推了出来 沈乔乔 你快劝劝 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我不想劝 我想他去死好吗 我算是看明白了 周明怀这个阴险小人 装可怜博同情 然后道德绑架我 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竟然玩这种把戏 他根本不想死 脚分明 就像喊在地面上一样 撕撕拔着 我问 你下来 有话好好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周明怀眼里金光一闪 神情却悲痛欲绝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周围讨论声不断 好卑微 就为了沈乔乔这样的女人 不值得呀 快答应他呀 都把他爸妈害成那样了 他都舍不得你 这问题简直就是 把我架在火上烤 答应不可能 要是不答应 我就成罪人了 一旁的老板催我答应 我说 不能 围观的人炸了 卧槽 这女的太狠心了吧 就算说两句好话 哄一下也行啊 这乃是狠心 这分明就是恶毒 逼人家去死 好可怕一女的 周明怀哭了 他质问我 为什么 我对你那么好 我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工资全都花在 你和你的狗身上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就因为我穷吗 楼下传来了 此起彼伏的警笛声 七八个记者 从人群中涌来 咔咔对现场一片猛拍 一大堆不明真相的人 安慰周明怀 指责我 大家都让周明怀 别为了我这种自私自利 贤贫爱妇的女人自杀 说世界上的好女人多的是 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还有人猜测我提分手 是因为棒上有钱人 公司里跟周明怀 关系的几个男的 不断往我身上拖脏水 周哥 救的不去 心的不来 沈瞧瞧都被人玩烂了 干嘛为他寻死逆活 是啊 周哥 大不了我把我才上大学的妹妹 介绍给你 周明怀等待我的回答 他又愤怒的质问 他们都说 看到你上一辆 能坐你爸的男人的车 然后车开到了医院妇产科 所以你才抛弃我 这一番话出来 人群炸锅 各种侮辱性词汇 水线洋花 一个月打胎三次 层出不穷 看事情发酵的差不多了 我妈那位也给我发消息说 安排好了 我清了清嗓音 你说了这么多 怎么还不跳啊 周明怀一愣 我又说 我确实和周明怀分手了 但不是因为他家里穷 是因为他趁我出差两天 连和他妈把我的狗给偷走 这就是证据 所有人下意识 看到我手指着的方向 伴随我声音 右边那栋大楼的 巨幅电子屏上播放出一段视频 正是周明怀和他妈 在我家门口商量 把我养的狗梦走的监控录像 两个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所有人目瞪口呆 周明怀的脸色 此刻又青又红 极为精彩 这都是假的 是合成的 你们别相信他 他妈之所以被拘留 是因为违反 这张是法院判决书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盗窃罪被判刑六个月 屏幕上出现一张放大的判决书 隐私信息已被打码 下面这一段 是周明怀父亲中风瘫痪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发现了他妈出轨 老头弄火攻心起的 视频比我那天现场看到的更全 原来周八一开始先打了老头 结果打不过反被打 然后把火气全撒在周妈身上 是我妈拍的视频 周明怀对我的污蔑诽谤 现已对我的生活和心灵 造成了巨大损伤 我已全部收集好证据 将会对他进行起诉 这下极限反转 突然一个矿泉水瓶子 狠狠砸到周明怀脸上 人渣 去死 一个人喊 一大堆人跟着喊 好家伙 造谣全靠一张嘴啊 我们全都被误导了 下头难 一家子败类 周明怀看风向一下变了 他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 他恼羞成怒 拿着刀跳到我面前 都是因为你这个害人精 你去死吧 结果还没碰到我一脚 就被警察暗倒 周明怀跳楼事件 成为网上热门话题 他全家被网友们骂成响 公司因为他受了很大影响 周明怀被强制辞退 在警局里 他不想坐牢 对着我又是下跪 又是忏悔 说自己是985毕业 高学历的研究生 如果坐牢他 一辈子都会毁了 可他不想想 我要真被他泼脏水成功 我将一辈子 被人贴上扎女烂女标签 本来他确实有个好未来 一切都怪他 他全家贪得无厌 判决说下来那天 他说想见我一面 他说 从头到尾 都是因为你那只狗 狗真的比我重要吗 他还在纠结 自己不如狗重要的问题 可是狗狗怎么了 狗狗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救了我一命 而他能干什么 我从公司辞职了 尽管我的清白已经洗清 但是我觉得听风就是雨 不变是非的公司 不值得我留下 我带着兜兜 开启了新生活